老板 我们玩个游戏呗 好呀 我每说一句话 你就重复我每句话的第一个字 好 准备开始咯 我喜欢你 我 喜欢你的人是我 喜 欢迎你来到我心里 欢迎 你爸爸是谁 你 因为讲究没有了 你的简历我已经看过了 这样吧 小时是谁 卖了200块 当长度用力 好 我买了 这样 再有你问题 如果答对了 我找你当经理 给你200块 你让我上一次热门 咱把这风扇逛一下吧 干嘛 你冷啊 我不冷 那你滚风扇干嘛 这么热的天 因为 你脸上的粉全都吹到小方脸上了 今天中午阿姨不做饭 去对面餐厅买 刷唱 好的总监 总监 对面餐厅买好了 这是合同 250万 什么 对面餐厅买好了 有两个月色 给你四脸 绳 绳 对面餐厅 请 宋总监 能给我报一下吗 报什么报 这里是办公室 嗯 要不 今天晚上 你在说什么 宋总监 我说的是客户报销单 还有什么 宋总监你找我 这个卡里有五万块 问你三个问题 答对了 就奖励你 好嘞 没问题 那你说 谁是公司里最漂亮的 肯定是你啊 谁最有气质 那必须也是你 谁身材最好 还是你 可以了 拿去吧 小陈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啊 总监不会觉得 我方案做的不好 要开除我吧 总监我错了 我知道我方案做的不好 我不需要休息 我拿回去重做 本来想给你放几天假的 觉得你方案做的挺好的 既然你能做的更好 那你拿回去重做吧 加油 申请不加班吗 什么事 我父母来北京 我想陪陪他们 这样吧 我只有两张纸 一个是加班 一个是回家 选到哪个 就是哪个 那我先走了 等等 诶 怎么见 你这是 这是你这个月的奖金 拿去吧 忙了这么久 也挺辛苦的 好好陪陪父母 带他们出去转转 谢谢总监 去吧 总监 五课过生日了 你不打算表示一下吗 那你想要什么生日另外 我想要提上那星星 能不能切合实际一点 呃 那我想涨工资 诶 你干什么 去给你摘星星 喂 小白过来 怎么了总监 简历上说你有三年工作经验 这怎么才是你第一份工作啊 呃 是你们当时自己说的 找一个想象力吩咐的人 还有什么 哈哈哈 小白来 给你一百块去楼下看一下 有没有卖文件夹的 行 总监 我看了楼底下有卖文件夹的 东西呢 你没让我买呀 那钱呢 买奶茶了 你要喝吗 喂 我不喝啊 这一百块钱从你这月公主里靠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总监 有人给我发了一张晚霞的照片 你说是什么意思呀 小看天色 木看 行也出军 作业 是啊 是啊 这是在跟你表怀 嗯 但是总监 这好像是你的手机呀 嗯 天虚棒啊 我有啊 工作室 嗯 等等 今晚有语啊 给你啥 你们这个月的数据呢 相比上游来说 你们辛苦啦 来喝水 哎 给 谢谢 先新做的提案 你喝 你喝太多喝 他给你买了 我不喝我不喝 这是你最好的焦糖拿铁 给你买的 嗯哼 干嘛呀 不说我不要 嘿 你吓我一跳 我原来哭啊 总监 最近有很多网友说 你是个假总监 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 你才是假总监 你们全家都是 我去 你这套路挺深的呀 完了 你给我留下来加班一个月 铁Universite 太酋了吧